好 明杰剛剛看到美日事實上也不斷的軍事合作聯合備戰 對 這個中共今天宣布2024聯合力艦B的這個對台軍演 其實我們先分析說它基本上跟這個今年5月有一個很大不同 就是說它基本上前面是做全軍戰略軍演 就是一個反介入作戰的演習 那後頭從今天開始才是所謂整個台海 那企圖譬如說首度派這種萬噸級以上的這個海警船 那要對台進行所謂的這個封控 當然這只是它的這一個目的跟理想 實際上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 不過前面這一段反介入作戰我們看到 那其實日本防衛省也早就宣布說在10月23號 即將要展開美日力艦軍演 那這個叫力艦25它其實是算法很特殊 美日力艦軍演其實老早在1980年就展開2014 到今年已經第17次 那到底這個中國的解放軍的軍演 是山寨是抄襲還是壯民 其實事實很明顯就是這個直接抄襲 這個美日力艦軍演的這個名字 那這一項軍演過去我們觀察 同樣它規模也越來越大 因為你如果看2020年當時美日出動的兵力 大概約末9000人到前兩年2022年 增加到3.6萬人 今年即將要投入高達4.5萬的這個兵力 那動員的這個基艦高達370架 還有包含像40艘的海軍軍艦 其他還有包含像英國法國這些國家也可能會參加 這一次很特殊我們會怎麼講到說這項軍演其實反過頭來就是在破解 那解放軍這次全軍戰略軍演裡面的反介入作戰 它就是一個反反介入 等於說把他的反介入的這一層 這個海空阻攔的這一道防線把它直接擊破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你看它這一次雖然表面上講說是用這一個撤離 包含像新南諸島沖繩這些居民 那中間很特殊 首度要這一個投入V22輿音機到雨 那國島離台灣只有110公里 另外還有包含像美軍陸戰隊的海馬斯多冠火箭 也要首度進駐到石原島 另外還有像這個MDTF多領域特檢隊 屬於陸軍的 它有沒有可能也同樣 在這個地方進駐海馬斯多冠火箭 但是帶的彈種是PRSM 那射程更遠達500公里先前 在這個今年勇敢之盾 帛琉的地方已經實際有在模擬測試這個集成 那一艘這個模擬共軍這個兩棲登陸艦的船艦 那另外還有比較特殊是說這一次 表面上說是撤離居民 我們先前就分析過 其實實質是每日在做病例投射 快速反應的能力 那還有很特殊 這一次日本開放了7個機場 4個港口多數集中 雖然在九州 但實際上是以西南諸島為主要的一個 這個運輸 運補目標 中間還首度投入了一型叫這個AL PV AI自主 全自主的這個半潛式的無人艦 那在這西南諸島看有辦法用這種無人的方式 來做這個暫時的運輸 另外喔 這一個日本很多 最近美國強化的軍力 其實我們也看到 美軍這個經營效果最強的海狼級 最近也進駐到很虛惑 同時還有巴綠巷 先前看到普雷伯號上面 首艘搭載這一個雷射武器 可以有反無人機的軍艦 也進駐到這裡 另外還有一艘全尸號兩棲突擊艦 最近就到這個菲律賓 來進行所謂的救災 但實際上也在做軍聯喔 那所以這麼多的動作配合 還有包含像 最近美國也宣布啟動這一個 複製者二號的計劃 那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最近宣布說要投入更多的資金 來對這一個整個喔 原本複製者一號就是用在西台北 特別是這個美軍印太勢力潘包羅 先前說要打造台海的這個無人地獄喔 那現在複製者二號 主要是反無人機 就是說最近他用這個2.5億的這個資金喔 像一家叫獨角獸先創公司 買了大量500套以上 包含像一型叫走捐 可以垂直發射 而且很特殊 他未來要用這個無人機來打無人機 等於說他有具備防空的能力 同時可以對地攻擊 還有另外一種叫脈衝新的 這一個微波武器喔 都全面在強化 不只是西太平洋 其實是以台海為核心的這些防衛能力 明姐我看到這個畫面真的驚心動魄 對你看那個長71公尺喔 那他基本上重量達200噸喔 那其實這發射過程中 他上面其實本來是搭載的Starship啊 那太空船在上面 下面這一個是超重型火箭喔 他下面有這個33具的猛禽發動機喔 那推力非常的強 那其實本來他的新建 未來是設計說 至少可以在100個人 未來要登陸這個火星喔 那發射7分鐘到74公里高度脫離之後 後來這一個新建是順利入軌 然後在這個自然的漸落到這個印度洋 算順利回收 我跟你講 馬斯克到現在喔 要講說節省成本 其實他已經花了重金喔 其實這是第五次測試喔 如果依照他過去講的一次成本 如果說先前喔 其實新建也有直接爆炸的喔 那一次的成本是21到31美元喔 等於是一架B2A的逆中轟炸機 等於已經砸掉四架了喔 所以你說他的成本到底 未來有沒有可能下降 現在他是講說 未來喔發射一次 可以降低到200萬的美元 但是這過程中 你看一次一次確實 我們這個也貪圍觀止啦 馬斯科講說 這不是虛構的小說內容喔 非常的精準能夠接住 而且他猛禽發動機 其實等於說控制的越來越好 過去可能會有失效 會有這個引爆 這一次很精準的下來 所以等於說未來喔 其實不只上火星喔 美軍的戰略司令 還看上他未來可以透過 這樣的一個大的載重的能力 直接運輸彈藥 從太空速度非常快 可能幾十分鐘 譬如說從美國運送到台灣 甚至有美國的這一個 軍事專家建議說 是不是直接可以搭載核彈頭 必要的時候很快速 那短短時間之內 就把核彈頭運送到西太平洋 各個據點喔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 看起來表面上是太空 其實背後還是 軍事上的太空的爭霸戰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官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าย滿身 按下小鈴鐺